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戰! 吉利集合! 很多網友告訴我 想看自主傳統品牌性價比較高的電動車 今天他來了 幾何A是吉利汽車全新自品牌幾何夏的第一款純電動車 相比起未來小朋友威馬的純電車 吉利品牌相對更容易獲取公眾的認可度 但傳統車企換個新的名字 就可以做好一台智能純電動車嗎 我帶著這個疑問借來了一台吉利幾何A 幾何A根據內飾配置分為平方、立方和幣方 續航有NEDC410公里和500公里兩種 分別是電量51.9度的高維標準續航板 和61.9度的高能超長續航板 全車型補貼後的售價是從15萬到19萬元 我們這次借到的是一台標準續航內飾頂配的版本 補貼後的售價是17萬元 幾何A的外觀設計相較吉利並沒有特別的突破 多少還有些彬銳的影子 不過很明顯 logo從原來的土味精到現在有立體的銀色 並且沒有了中網後整車就顯得更加時尚 但是相比起外觀我真的是太喜歡幾何A的內飾了 吉利在幾何A的內飾塑造上有了全新的突破 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幾何的元素 圓形方形還有蜂窩狀的多邊形 整體內飾的用料很新穎 配色風格看到第一眼就讓我聯想起來自北歐的宜家 前側的黑白色混搭的面板 雖然也不是什麼用真皮包裹的昂貴材料 但是觸感上不同於一般的長速的材料 非常的精緻 還有它的方向盤大小屏以及中央扶手的設計 也非常的簡潔概念 看起來沒有絲毫的廉價感 坐在車內給我一種非常輕心放鬆的狀態 也許是考慮了消費者對於織物有著定式思維上的廉價 那在此我要感謝幾何A的創新突破 帶給了我們一款精緻的布衣座椅 而且做工精細編織緊緻觸感溫和 關鍵是比真皮座椅透氣多了 這是唯一一款我在長側續航中 沒有讓我背部濕透的座椅 但是第一代的產品總是難以完美 這款座椅沒法調節腰部支撐 同時本身的支撐性也比較差 長途駕駛的時候比較容易腰痠 需要多下車活路活路 相比起前排的座椅 後排雖然用的也是同樣的材質 但是很明顯它的填充物會比較硬 且靠背也比較抖 並沒有前排的舒適 頭部腿部空間對我而言是完全詛咒了 但是它作為一款純電車 中央地板的凸起令我還是難以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 後排的頂部還用到了 與Model 3一樣的大天幕的設計 做到後排一點都不感到壓抑 不過體感上 它比Model 3原廠的玻璃要更曬一些 估計貼膜後會好一些 然而它的後備箱也是Model 3一樣的 非纖背式 雖然深度很深 空間也比較大 但是開口較小 只能放一些比較規整的香包之類的 相較起幾何A超前的內飾設計 它的人際交互 遠遠沒有達到我的預期 直接點講 就是這套交互配不上這套內飾 這是一個工程向設計妥協的作品 先說最直觀的 那個官方次名為E-Touch中央超感觸控區的地方 簡直就是年度沙雕設計 在白天的時候 由於光照的關係幾乎看不見按鍵的位置 無法精準點擊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這個設計是真心好看 但是這個超感觸控的延遲也太大了 很多時候手指放在上面幾秒鐘 或者連續按幾次都沒有反應 而且它的無線充電板還設置在這個沙吊區域的前面 有時要拿著手機反而會誤觸 讓我非常的惱火 想必幾何A的工程師也是發現了這一點 所以只在這塊區域放了少數幾個低頻的功能按鈕 還有它的中央扶手的位置非常靠後 如果我要雙手開車 基本上手肘就無法靠到扶手 而扶手前的那個自動駁車的按鈕 這個位置可以說是設計的太棒了 低速開車的時候非常容易誤觸 對於傳統車企做出的智能汽車的車機交互 我一直都是比較期待的 像上期的斑馬系統就一直讓我比較稱讚 可是幾何A的車機作為2019年的創新車型 我覺得並不出彩 導航是高德車機版的地圖 可以搜索可以規筆擁堵 可以設置線型 體驗還是OK的 而音樂並沒有直接銜接像QQ網易 或者某家供應商的應用 而是自己做了一個叫做半聽的軟件 版權較少 體驗也比較差 推薦的歌單中的歌曲 基本上都是我不愛聽的 喜歡的歌單又無法從手機中同步 減縮起來非常的麻煩 比方說我在歐美樂隊裡面找到了Coldplay 按照歌曲列表去播放 居然有十幾期的樂隊採訪拍在前面 車機的控制交互更是讓人合不容嘴 我真的沒有想到幾何A會把所有的駕駛相關的設置 都集成在它4.2英寸的mini屏上 並且只能用方向牌來控制一張 例如我要調節一個轉向手感 行車的各種警報提示 輔助駕駛的相關設置都得一層一層一層 上上上下下下 左左右右的用一個物理按鈕來控制 這真的讓我回想起了十年前 被賽班手機所支配的時光 幾何A的駕駛上有著非常有意思的設定 駕駛員如果不系安全帶 啟動車輛抓到抵擋踩電門 車子是無法動彈的 這個設定我覺得非常的好 希望可以應用到它的所有的車上 幾何A官方的零擺加速成績是8.8秒 我們實測下來是8.5秒 但這兩個成績都說不上是快 好在電機的加速線性反應夠快 所以在程式使用基本上也就足夠了 它的轉向手感調教上有著極力的成熟 舒適標準運動的力道區分都很明顯 我比較喜歡放在運動檔上 虛位很小轉向的反饋感也很舒適 在這點上超出了我開過的 幾乎所有新造車企業的所有車型 雖然沒有在賽道測試極限 但幾何A的轉向極限一定不強 18寸的胎但是只有195的胎寬 這個在傾湊級的車上已經不常見了 也看得出來是有意用窄胎來提高它的續航 雖然是標配窄胎 但是它的刹車水平還是不錯的 我們實測 百公里時速下的刹車成績是37.5米 刹車的踏板感也很到位 但是它和能量回收的結合並不算很好 它的能量回收分為低中高三檔 玩著我的習慣一上車就把它調到了高 回收的功率的確很高 但是由於回收的電門踏板行程很短 頓挫感就很難去控制好 車上有乘客的時候 我還是會很自覺的把它調到中檔 我們把NEDC里程410公里的幾何A 開到了高速和市區上測試續航 高速測試我們滿電出發 頂著限速開 空調是22度兩檔風 最終到達服務區的時候 表現僅剩了6公里 全程的平均時速是102公里每小時 實測的高速測航可以達到315公里 挺不錯的水平了 除了電機功率低外 這還要歸功於它0.2375CD的低風阻設計 程式測航的測試依然是滿電出發 高價和地面2比1的比例 耗時是5小時01分鐘 全程跑了165.55公里 表現吊電是184公里 能耗是12.9 推測出來的理論程式續航 可以達到369公里 幾何A在輔助駕駛的功能上 的確是滿足了L2的標準 但是我的使用建議是 不要把它當作L2來使用 它只能作為ACC的一個補充 首先它在輔助駕駛狀態的進入退出上 沒有任何的聲音上的交互 其次它真的非常需要聲音提醒 因為幾何A開啟了輔助駕駛後 系統非常容易因為各種干擾 去退出輔助駕駛 然後它會自動的又再進入 比方說封閉道路的有一側會是花殘 進入隧道的明暗的一些光線變化 較大距離的彎道 前車的距離過近 車道線不清晰等等 這車就會突然的退出了輔助駕駛 然後向一側開始偏移 如果這時候駕駛員不及時的接管 那很容易造成車輛的事故 所以幾何A的L2 ADAS功能 只建議在暢通的大直到高速環路上使用 且使用的時候要用ACC一般的精力放在上面 隨時準備接管方向 雖然多少也還是能緩解一些駕駛疲勞 但是絕對不要過於鬆懈 總的來說 幾何A這款產品 內飾設計新穎 純電續航扎實 駕駛操縱成熟 但是它的智能交互欠佳 看得出來 吉利在全新自品牌幾何上 花了很多的心思 也讓這台車 在15-19萬元的純電國產車中 有了比較強的產品競爭力 如果對純電車有嘗試之心 對於新興的汽車品牌又難以信任 那幾何就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感謝收看本期最大的開箱 歡迎有任何問題 在本條視頻下方留言 如果說本條視頻對你有幫助 歡迎轉發 點贊 關注我們 感謝收看 拜拜 分享 影片